好 大家看一下187頁 好 七十七經 七十六經 好 那這跟七十五經是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再來看 他說 有這麼一天 佛在 這個畢舍裡 的安摩樓園 這個我們早上講過 畢舍裡有一個安摩樓園 王舍成也有一個安摩樓園 那一般是 一般安摩樓園指的 基本上是在王舍成的比較多 那麼這個時候 世尊跟比丘講 假設有比丘 能斷一法則 責得正治 能治既說 我身已盡犯恨以利 所作一半 自知不受厚有 好 那 這個 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們 能夠斷除 一個 一個煩惱 就是能夠斷除這一法 那麼你就能夠得解脫了 那麼在 阿含經裡面 應該是中阿含 還是在阿含裡面有沒有 還要找一下 就是說 佛陀也曾經說過 跟比丘說過 如果你們能夠斷一法 保你們得三國 或是得解脫 那個經裡面講的是斷灘 斷灘 那這裡 這裡主要是 斷這個無名 那麼 就是所謂的 這個無名消滅 名聲起 好 那我們來看 看經文 他說 世尊是 那麼 法根 法眼 法衣 世尊是最初 覺悟真理的人 法的根本 法由佛出 佛為法本 那是能夠 究竟贈得真理的人 能夠圓滿傳授真理的人 如果我們從法根 法眼 法衣 那麼各家的解釋 綜合起來說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佛是最初發現真理的人 佛是究竟贈得真理的人 佛是圓滿傳授真理的人 所以希望佛為我們說 那麼 能夠斷哪一法 能夠究竟得解脫 好 那 希望佛為我們說 那我們聽聞佛說的之後 我們當會努力修行 精進修行 去斷這一法 而得解脫 所以當受奉行 受辭 而且依教奉行 佛跟朱比丘說 地聽地聽 地聽 地聽 善師念之 當未努搜 那簡單翻譯就是地聽善師 當未努搜 那 一般 一般 有些佛弟子 就是 佛這樣問 或是他去問佛 他會說 我問法後 那麼 獨一盡處 專精思為 不放一柱 會這樣講 那有時候就是這樣 地聽 地聽善師念之 當未努搜 這個是佛為比丘說 那比丘聽了 聽了會跟佛說 我獨一盡處 專一休息 我問法後 獨一盡處 專精思為 不放一柱 那這個是變成阿安經的一個 習慣性的用語 好 那朱比丘 現在是佛來講 其實這個所謂的斷一法 那阿安經裡面有所謂的一秤法 其實它就是重點的說 剛要的說 根本的說 那佛法來講 根本來講 基本上就是無名跟貪愛 從貪愛講也可以 從無名講也可以 那從無名下手也可以 從貪愛下手也可以 那我們有說 那解脱道基本上 比較偏重在從我愛下手 貪愛下手 那菩薩道比較偏重在 直接從無名下手 無我下手 那所以這個是 但是不管是從貪愛還是無名 其實都一樣 因為貪愛的另外一面叫無名 有貪愛就一定有無名 無名 無名就一定有貪愛 貪愛一定是因為有無名 基本上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會在阿含經裡面 看到佛說斷一法 保你得解脫 有的講無名 有的講貪愛 那像這個 蛇利佛說到佛法的重點 就講欲貪 那佛自己說佛法的根本 就是講緣起 那這個也是一樣 那這個也是一樣 知 就是佛法的重點在斷玉潭 那這個也是 那如果像 慕見蓮 講到佛所教他的 這個修學的重點 那就是 要能夠覺察煩惱 能夠斷煩惱 那這個其實 從不同的角度講 那但是其實說的都是同一件事 好 我們來看 雲何一法斷固乃至不受後有 就說 什麼是斷了 是斷了哪一法 那麼你可以解脫 不受後有就是 有解脫了 後有就是 會有輪迴 此一面與一陰相续 那所以阿含君講 這個無名 主要就是這樣 我們稍微看 就把阿含君裡面有的東西 稍微做整合一下 這個 無名所富 愛解所系 一般來講 或是貪愛 無名所富 愛解所系 或是叫無名富 愛解系 它通常有三種 一個是 一個算是這樣 長夜輪迴不知苦之本記 本記是時間的最初當然就是 苦最初是怎麼來的 最後怎麼消滅 然後這個 感得此 無名所富 愛解系 無名富 愛解系 感得此有事之神 然後他講 無名不敬 無名不敬 愛解不斷 這是無名不敬 假設 無名不敬 愛解不斷 他就在講 此一面與一音相续 這第幾經我不知道了 大概是這樣 此一面 這是不同的經 但是 我們把它整合起來 它就是這樣 此一面與一音相续 就這一聲沒有 這五音聲沒有了 一音相续 下一個聲又來了 後有 一音相续 我們早上寫的 無名乃至愛取有 這個有 一音相续 此一面與一音相续 如果無名断 無名敬 愛解断 此一面 不受後有 一音不再相续 那麼他就 不再會有後有 所以阿羅漢 基本上是不受後有 只有阿羅漢 阿羅漢才能無名敬 出國 俄國 三國 還不能無名敬 三國 把玉灘斷掉了 但是愛解 也還沒斷 為什麼 因為他還有色灘無色灘 色灘無色灘 也是愛解 所以 一般知道阿羅漢 阿羅漢 那麼 就是他 就是不在 就是他 這一生受了 就是我生已盡 不受後有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 如果我們把這些阿含經裡面 這個整合出來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大概是 憑印象大概 大概就是他 他仿佛在說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 那這裡 這裡是偏重在無名 那有一些偏重在貪案 有一些偏重在貪案 好 我們來看 那他說 他說 咦 這我們是講77經嗎 76經 對 我放到這邊 我看錯了 好 那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這個 這一法斷固 那麼所謂 什麼一法 哪一法 無名 就是無名 那麼 無名 离遇 名聲 那离遇就是离貪案 這就變成是 無名 离遇 因為你有無名 一定有貪案 那有貪案 一定是因為無名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他這兩個 沒有說 沒有說 只斷貪案 就是愛解一斷 但是無名 還在 或是無名一斷 還有愛解 沒有這樣的事 所以 他這裡講 無名 离遇 基本上無名 摊在多發一起了 名聲 重點在無名 其實就是 無名 消滅 而名聲起 那 得正至 能至 既說 當你把無名 滅的時候 阿羅漢 一般 一般 互派的說法是斷 五善分解 色灘 無色灘 吊舉 慢無名 然後 我身已盡 犯恨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厚有 這個時候有一個比丘 那麼 坐在那邊聽聽 就站起來 然後 整衣服 偏袒右肩 為佛做理 就頂离佛 然後 和又西著地 這裡寫的比較詳細一點 一般沒有寫這麼多 又西著地合掌 那麼就跟佛說 世尊 雲何知雲何見 無名 离 遇 名聲 無名离 其實就是 消滅無名 而 讓名聲起 好 佛告比丘 當正觀察 一樣 那回到七十五經 那麼 你要怎麼樣能夠消滅無名呢 那 無名是什麼 無名就是 根本的說無名 無名就是不知道而已 無名簡單講 就是無知 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呢 根本說不知道無我 根本說不知道無我 那麼如果詳細說就多了 所有的不知道都是無名 不知道有善有惡 不知道有業有報 不知道緣起 不知道事定 那麼 這一些 全部都叫做無名 那 如果 歸納一下 就是 沒有世間證件 也沒有出世間證件 那 這個就是無名 我們叫做無知 好 那 所以 那 但是從根本來講 無名其實就是 不知無我 不知無我 不知道世間是緣起的 是無常的 是無我的 那麼 所以 你應該 要如實的觀察 正觀察 那麼 演無常 若 色眼是 演出 因緣身受 這 我們早上講那麼多 其實 其實都是 這後面都是在講這個 六根六成 那 根成四 那 這個色是六根裡面的 眼耳鼻舌生 所對的色身相味觸法的色 所以 若眼無常 若色 這個色 是眼睛所對的色 然後 後面耳朵 對的身相味觸法也一樣 然後 根成 眼根色成 何何生眼視 那麼 眼根色成 眼視 何何生眼觸 那麼 眼觸所生受 就是苦樂 不苦不樂 那 如果再繼續講下去 就有想 眼觸所生想 眼觸所生思 眼觸所生愛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麼 比翼能正觀無常 就是 由觸而有的心手 觸是心理活動 那麼 而有的受想思 一一的受想思 你都能觀無常 那麼這個要 這個其實要 不斷不斷的觀 在每一個境界都觀 那我們說 境界比較強烈的時候 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常常觀的話 還是可以 多少有一點作用 多少有一點作用 那麼 你正在痛 非常痛的時候 那麼 你這樣觀 還是有一點作用 不是完全沒作用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執著在那個 根根深層 就是根層 比如說你執著在 你那個痛感上面 你執著上 或是執著在這個身體 那麼它基本上 那個受就會擴大 但是境界太強也沒辦法 境界太強也沒辦法 阿羅漢痛起來 也是沒辦法 即使是阿羅漢 它也是要想辦法 讓那個痛止息 那你看那個木劍蓮 被外道打到頭破血流 他為什麼急著要入涅槃 太痛了 但是他心裡面 他心裡面不苦 但他痛感是一樣的 所以他要入 像佛陀 像佛陀 他太痛了 他也是要休息 跟阿蘭講 我背痛 我休息一下 但是他休息 他並不是在那個痛受裡面 不是的 他只是 因為身體是夜暴身 他讓他緩和 但是你常常這樣觀 常常這樣觀 至少他那個苦感 或是那個苦受不會擴大 還是有作用 那你可以反覆試驗看一下 就是你在痛的時候 你就關照 但是他有時候會被拉回去 但是你再拉回來就這樣 拉來拉去 但是你在這個拉來拉去的當下 他的苦受會減低 那你如果把心力集中在那一點的話 那個苦受會增加 你可以細細體會這些事 這種東西要不斷訓練 不斷訓練的 那久了久了你就 基本上還是可以關到五場 還是可以關 因為那個痛是一下子就沒有 然後一下子又來 一下子又沒有 一下子又來 你還是可以看到五場 但是五場是五場 因為我們還是所謂的這種 凡夫 所以他還是會有帶一點執著性 你自己也可以看到 那一點執著性在裡面 但是你只要能夠反覆這樣觀 我相信基本上 基本上 他是容易生起無落會的 那說不定在哪一個痛感生起 你就證無我了也很難講 那麼這個我覺得是可以 可以不斷反覆試練的 好 那所以他這裡講 當正觀察眼無場 若色眼視眼觸因眼深受 若苦若熱若不苦不熱 苦比較容易關 熱不容易 那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熱不容易關 熱很容易就 因為熱受不容易關到五場 如果你在熱受也能關五場 那功夫好 苦受比較容易 但太苦不容易 太苦跟太熱都不行 那平常的苦比較 就是不要太深 但是你在你的承受範圍裡面 它可以關 熱受的話 熱受的話不太容易 我是覺得 但是基本上也不是不行 你如果你的覺察力很強的話 熱受也是可以關的 本來它就無常 只是我們人習慣享受那個熱受 但是在那個苦受的時候 它會 因為忍耐或是說 它那個心會集中在那一點 熱受不是 熱受自然很懶得 會集中在那個境界上面 那隨著境界轉 但是我沒有比較特別從熱受去做關照 還不是很清楚 下次注意看看 苦受我覺得比較容易關到五場 但是無我不容易 因為它的痛感很強 但是它關無常的話 我覺得它那個也很明顯 但是就可以試試看 所以我們大家 因為它這個經文最重要的就是 你看它是這樣寫 其實它就是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都有這種東西的 那你會不會起關 那我們說 平常就是境界太強的時候 其實是不容易 你境界稍微有一點點 但是你就這樣關 就這樣關 這樣關 然後幾次 就是長長 你要長長 要塑塑 我們說要專精思維 要先要如理思維 就是觀無常想 然後要專精思維 你就要專精 就一次又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的觀 然後要塑塑思維 就是心要放在那個地方看 那它就是很奇怪 就是會有那種種種的想 但是那個想也不是太多 它就是痛感 然後再加上你要關的 那個力量有實強有實弱 有實弱有實弱 其實說我覺得大家都有機會 因為苦受落色是很平常的 苦受落色是很平常的 尤其到老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關呢 因為到老的時候 這種機會會更多 到老的時候 病的時候 那麼你這個時候 如果能夠心裡面 就不隨著這個走的話 但那個時候其實 你就是躺在床上 你也能做關 真的 那麼就是要讓自己訓練這樣 那這個時候 你其實 你 養成你那種正念 就是正念無常無我 正念老病死的這種 就老病死不可愛不可依不可念 佛是因為這樣成果的 那你要常常把你所記的這些東西 就是在那個苦受落色的時候 不斷的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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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做很專注的觀察 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 像這個七十多在講這些而已 遠處遠處者 若苦若不可若 比翼正觀無常 那這個不是說 這樣我們讀了 那這樣看 因為如果這樣看 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看來看去都一樣 真的 七十五七七六七七七七七七七 就是把六路處看完了 也差不多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他 基本上佛陀跟佛弟子講的 他不是 我們說過佛陀跟佛弟子講的 他就講一個重點 你只要拿這個重點去修行 那如果你不懂的話 他就仔細分別講 廣說一下 他沒有講這麼多 這麼多是把 所有跟佛弟子講的 四十五年裡面 把佛弟子講的 同樣的 收集在一起而已 如果你把你媽媽 從小到大講的話 跟你姐姐妹妹哥哥講的話 收集在一起 也超過這一本雜阿涵 我告訴你 為什麼 那多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只是跟你自己講的 他就是那個重點 一樣的道理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待這些經典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他就是你 你生活中 思想 觀念 行為的指導演者 觀念嘛 政見嘛 思想 政思維嘛 這個行為 正與正約正命嘛 然後 然後 他 告訴你 他就是在日常生活裡面的 或是在你的生命當中的 因為這些你常常在發生的事啊 你眼睛就算你閉起來打開 都是眼耳鼻聲的真意對這真相會出發 都有受想形式啊 沒有沒有的時候啊 沒有的時候只有在錄定的時候 才有些受是沒有的 那你錄越高的定 他那些新手可能就沒有 到了你錄滅禁定 連受跟想都沒有 那麼沒有滅禁定以前 他都是有受想的啊 所以滅禁定是滅受想定嘛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像佛陀 或是一些阿羅漢 太苦的時候 太苦的時候 老了太苦的時候 他會入滅禁定 滅受想定裡面去休息 滅受想定當然就是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說法啊 不過就是說 因為他錄了滅禁定沒有受跟想 他那個苦受落色是不起的 那平常如果你沒有錄滅禁定 你那個苦受是有的 所以如果阿羅漢功夫好 那滅禁定功夫要很難 那無漏定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有漏還是無漏 當然這個還要再討論 那一般來講他是無漏定 好 所以太苦的話 一般苦受落色 我們是一定有的 受想行都一定有 除非你入了滅禁定 沒有受跟想 你入了二禪 你入了禪定 那感官他是 暫時無事是不起的 但是他有一些 像有一些受他還是有 那就是說 一般像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他就是六根對六成嘛 他就是受想行嘛 他就是這樣 那你的正觀就是 在每一次的境界上 你都能夠 你都能夠用得上來 去觀察這些東西 那這個要養成習慣 那個跟年紀沒關係 跟性別沒關係 跟你讀的經多少也沒關係 你但凡只聽到這一經 你都可以這樣去觀 但凡你只知道這一經 因為它就是 你只聽一經 得一法 斷一法 你就能得解脫了嘛 因為它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 如果你不懂 那當然要聽多一點 五韻 但是其實五韻六處 我們早上畫的 五韻六處 緣起六界 其實講的是同一個 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其實就是這樣嘛 那你斷一法 要從哪裡斷 斷一法是斷什麼 斷無名 這裡講的是斷無名 斷玉灘都不知道哪一經 我沒有去查 我記得應該是在中阿罕裡面 還是在雜阿罕裡面 如果你斷一法 保你得解脫 斷玉灘 我們說 要不講無名 要不講貪案 無名 父愛解析 感得此有事之生 無名斷 無名淨 無名淨 愛解斷 那麼 這個 就不再 不再有這個生死輪迴 好 那所以他這裡講 而彼舌生意 亦復如是 言而彼舌生意 色身相位出法 彼秋 如是知 如是見 無名離遇 名聲 無名離遇 名聲 基本上 如果依其他的版本 或是來講的話 基本上他這個意思就是 把無名消失了 消滅無名 就是無名 無名淨 那愛解斷 無名淨啊 那麼名就生起來了 那麼也可以說 當你無肉會生起的時候 你就可以斷無名 因為他是無名在 名就不在 名在無名就不在的東西 好 那這個是七十六經 那從七十五經之後都是一樣的 那七十六經基本上講的就是 斷一法 是無名 無名斷就可以得解脱 那麼彼秋要問的 你看這裡都是彼秋要問的都是 彼秋要問的都是 我要怎麼修情才可以得解脱 都是問這個 那他有很明確的解脱的意願 我們說修行就兩個重點 一個要有趨向解脱的意願 一個要有相應於解脱的行為 那行為相應於解脱的行為 一定是要有相應於解脱的思維 那相應於解脱的思維 一定要有相應於解脱的觀念 那麼相應於解脱的觀念 你為什麼會去尋找 怎樣可以得解脱 你一定要有趨向解脱的意願 那你看他就是 他就是這個順序 好 那我們繞底下看 那其實這裡就是 你不斷去觀察一切法 無常無我緣起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解脱的 我們叫做解脱善根 好 我們再往底下看 七十七經 有這麼一天佛在 辟舍離八七國的 齊婆居摩羅 要師 我們說這個其實就是 齊婆居摩羅 居摩羅 居摩羅是形容齊婆 那要師也是形容齊婆的 那麼這個 多這兩個都是 居摩羅是居摩羅婆子的簡稱 少就是他沒有把每一個字都翻 音都翻出來 這個是音譯 那居摩羅婆子 就是王子養活的人 要師是因為他是品婆 摩羅摩羅網跟阿者士網的 這個國 就是國醫 然後他最常幫比丘看病 這個齊婆因為常常幫比丘醫病 所以他生到天上 那也因為他這樣 所以他如果是未來士 那麼他可能就是比較 即使他再來做人 從天上再來做人 那麼他是比較會少病的 沒有病老的 那因為因果是這樣 那你讓人家的病好 你自己的病 你就自己不容易生病 有病也容易好 那麼他的福報 他生到 齊婆是生到道立天 那為什麼知道他生到道立天 那這個目見年有一次比丘 好像是瘟疫 好像傳染病 那齊婆已經往生了 那他找不到人科醫啊 所以他沒辦法 阿羅萬是阿羅萬 不是什麼樣都懂啊 他也沒辦法說 那我錄定看一看 這個到底是什麼病 不是 神通不是這樣子的 然後 他就 他就這個 錄定去看齊婆現在在哪裡 在道立天 他就上道立天找齊婆 然後問說這個比丘現在 那個不知道是什麼病我忘了 反正就是大家都得病 他在問說那要怎麼治療 那我記得那個齊婆說叫大家斷死 那因為太多人 每一個人不太一樣的樣子 讓人家斷死 那這個 所以齊婆後來是生到 生到這個道立天去 那 這個 他的媽媽是阿摩羅女 是屁舌梨的美女 那一般都會寫淫女 就是類似像巨女這樣 那但是他 他有一個兒子也是阿羅漢 阿摩羅女後來 在佛陀晚年的時候供養佛 然後把就是很多人要跟他換 希望能夠可以也供養 但是他不願意換 這個故事也蠻有名的 好 那我們就大概先講到知道這個 那要施就是因為他是醫生 他是醫生 安羅眼 安羅眼其實是蠻果林 所以我們叫做蠻果林金色 這個時候世尊跟阿濫講 好 這個不是比丘文 是佛在這個蠻果林 然後跟阿濫說 于眼當如實之如實見 這跟七十五經 又回到七十五經 我雲何知雲何見 那這裡 所以比丘會問我雲何知雲何見 那麼這裡是 前面是比丘問佛 雲何知雲何見可以得解脫 那麼這裡是佛跟比丘講 跟阿濫講 如實知如實見 如此得解脫 好 那麼若眼色眼視眼處 眼處陰眼深受 其實都一樣 這都一樣 若苦若熱 不苦不樂 比意如實之如實見 那我們說這個就是 你有境界你就 你就要訓練 那平常我們 平常 平常像我們這個時候 沒有什麼特別苦跟熱 沒有 所以不太會 不太會去觀 但是有比較強的境界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你做觀的時候 那你試試看可以試試看 每次都試每次都試 因為一般到40歲以後 通常身體都才會有苦受 通常 那因為飲食的問題 因為習慣的問題 因為環境的問題 基本上都會有苦受 那麼這些苦受 包括你要吃的藥 做的治療 這些種種都會有苦受 那麼這個苦受 其實都是每一次可以拿來 做訓練的一個機會 但是太強就不行 所以平常你就要做訓練 好 那耳鼻舌身意亦附如是 筆如實之如實見你 當你這樣如實之如實見 如實之如實見什麼 見這個色受想行事啊 這個一切都是 如實之這樣講 如實之如實見什麼 見五常 眼色眼視和合身處 就是我們這個苦受 到底從哪裡來 這個受 受是苦受 它有兩層 一種就是苦哪裡來 一種是受從哪裡來 那合起來叫做苦受 但是一般你可以思考 這個苦到底是怎麼生成的 苦跟苦受又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可以合在一起講 受只是心裡面去 就是受都有這個受 但是苦受又有分 生苦跟辛苦 那凡夫通常就是 生心皆苦 那麼聖者的話 生也苦 但是他心不苦 但一般我們的苦跟受 是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的苦跟受是結合在一起的 但是功夫好的人 苦跟受不一定是結合在一起 他一定有受 他一定有受 但他不一定有苦 他知的苦只是生苦 那又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一般就是 苦受就是苦受 苦就是受 受就是苦 剛下來講 其實是這樣的 那你要去察覺 這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個時候你的還有沒有辦法 你還有沒有辦法 心裡面在講 這個根 這個層 這個生根 跟這個層 產生這個受 那這個苦受 由誰去覺知 去了別 你還有沒有辦法 清楚地了解到這個 如果你還能夠正念分明 那麼就是慢慢慢慢練 慢慢練 那如果沒有 那你也是要練 你就知道 我在這個受生起的時候 我是會失去的 失去正念 我會有妄念 那你自己到什麼程度 你要做觀察 你要常常訓練這樣 你要做觀察 然後觀察 久了習慣了 那麼平常的境界 你也做觀察 比較深刻的境界 你大概就不會有那種 一開始都有那種 直接的反應 那種叫做思維習慣 然後你就有直接反應 那直接反應 通常都是無名相應的 通常都是無名相應的 但是這個時候 你沒有那一種 過去的那一種 思維的直接反應的話 那麼 基本上 因為你是把無常 放來觀的 所以它不是無名相應 那麼通常是這樣 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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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壞 因為你煩惱起來 你又拉回來 就有一點像你要念佛 打妄想了 念阿彌陀我想到 我早上晚上什麼東西沒帶 又打妄想 又拉回來 類似像這樣 你觀呼吸也會這樣 觀呼吸 觀一觀 又打妄想 又拉回來 現在這個觀也一樣 不管你觀呼吸 觀出入洗 觀佛號 觀佛像 都一樣 現在你觀無常 觀無常 觀苦受的無常 也一樣 你在苦的時候 它會被那個苦 苦境拉過去 那你再想一想 這個苦 你又拉回來 觀這個苦的無常 然後它 有時候太苦了 又會被拉回去 你又拉回來 觀苦無常 那麼 一陣子過後 漸漸漸漸 它就 比較越來越有力量 那麼你把這種 你把這種 其實它是養成一種 覺察的習慣 覺察煩惱的習慣 以觀察無常 緣起無法的習慣 那麼久了之後 你看到這個平常而境界 你還是這樣觀 其實這樣就是訓練 其實我覺得佛法就是 不斷不斷的訓練 但是觀念要正確 然後之後就是 我們說過就三個原則 正確 適合你的 有些人適合觀清片 有些人適合觀黃片 有些人適合觀呼吸 有些人適合觀出息 有些人適合觀入息 就不一定 有些人適合修不進觀 有些人適合修屬習慣 就難說 但是你就自己找到自己的方法 正確 先正確 然後正確有很多方法 你找到適合你自己的 然後就不斷練 不斷練 像我就 因為我們常常 年紀大了 或是怎樣 他就會有生病苦受的問題 你就習慣 一有苦你就關 一有苦你就關 我覺得也蠻好的 就是每次 每次都像在做早晚課一樣 真的 你就這樣關 這樣關 他就養成一種習慣 就養成一種習慣 去拔牙痛也是關 然後做治療痛也是關 就養成習慣 養成習慣 他基本上 他會深刻 我們就是 他變成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 你會應用在日常生活裡面 一旦有苦受 比如說 這個人罵你 這件事情 讓你恐懼害怕的時候 你會習慣關這個苦受 我覺得這樣就 漸漸漸漸漸 那個如實正觀的東西 因為他本來就是這樣 苦受本來就是緣起的 本來就是無常的 只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在受苦 因為怎樣我們在受苦 而且我們最苦的是 這個苦會一直下去 我們會一直受苦 最害怕的苦是這種苦 其實它就是一種執著 它就是一種執著 你要消除這種執著 我覺得還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這個是無死劫來的執著 但是它不需要無死劫才能消除 不需要 它只要有正確方法 我們說它重點就是無漏慧 無漏慧 我們上次講過 你的解脫 你的無漏慧的生起 它必須要從有漏慧去培養 有漏慧它就是文實修 加寫 這樣文 不斷 聽了知道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聽 知道要怎麼修 然後實際上去運用 要先想清楚 想深刻 然後實際上去運用 叫做修慧 修慧就是 你那個心 修慧基本上就是 你在日常生活裡面你可以運用 然後 大部分的修慧是要配合專注的心 就是你這樣的觀照很熟練 很善巧 熟練 然後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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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渐渐在成熟 那菩萨道他重点就是成熟众生的善根而已 重点就是这样 像释迦佛 就是观察谁有善根 他会主动去主动去度他 那么阿罗汉会观察谁有善根 那么这城里面哪一个人有善根 他会主动去度化他 那一般的凡夫是有苦啦 求佛菩萨来帮我们 不是的 你只要培养你自己的善根 培养到成熟啦 你不用去求佛菩萨来 佛菩萨自己会来找你 因为你成就了会帮助到很多人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今生的目标要趋向解脱 但菩萨道不是自己求解脱 那么因为你要解脱了 那么你才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但是你不是入涅槃 解脱跟入涅槃不一样 不是入无语涅槃 所以菩萨道 菩萨道已经确定得解脱了之后 他不入涅槃 叫做得无声法然 忍而不振 那么他不断去利益众生 那么在积极广大的福德之良 然后成佛 成了佛在更广大的利益众生 他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虽然不断地说要趋向解脱 但我们不是是说要赶快入面 然后赶快到就是得解脱的 不是的 我们要得解脱是因为 我们只有自己真的具有力量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利益众生 帮助其他人 所以我们除了平常要利益众生 但是我们也要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但是这个趋向解脱 并不是我们自己得解脱 不是的 我们还是要有菩提心 那么希望能够因我们的解脱 而帮助更多的人得解脱 那我们不是急着要入无语涅槃的 不是的 但是我们不能没有 不能没有解脱的善根 那我们这一生就是不断在培养解脱的善根 这个要很明确 这个要很明确 因为大部分的佛教徒 他已经放弃要解脱这个心了 已经没有解脱的意愿了 他就是求生的意愿而已 求生净土的意愿 那这一点是很可惜的 当然你说我求生净土 也是要去培养解脱的意愿 还不一定 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也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要不断不断 如果你这一生 你有机会有能力 有因缘 你不去增长你解脱的善根 你是等到能够往生 然后才增长善根 那万一没有往生 那你这几十年不白过了 那你这几十年可以培养善根 你为什么不培养 那么如果 就算要往生 你培养善根 增长善根往生也善平啊 对不对 所以无论如何 你要不要生净土 你都应该要好好的修学解脱道 但是你不是要 你修学解脱道 不是像一般的这个解脱道说的 就是要入乌与内藏 不是的 而是为了要成佛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叫做无生法忍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你必须要有那种意愿 我今生要成无生法忍 如果没有 那么我今生也要培养 无生法忍的善根 那我们依着阿含经讲 不讲无生法忍 就讲解脱了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来看 他这里讲 我们看这个七经 一样 佛跟阿难讲 眼如实之 如实见 眼底下一定是耳鼻舌身意 那么眼所对的 只要讲到眼 一定讲到眼所对的境界 因为这个是心跟静的问题 心静互为缘起 身心互为缘起 自他互为缘起 那么所以 眼跟色一定有眼视 眼跟色成眼视 那么六根六成六四 就叫做十八戒 这个是详细的说 那么 盖要的说 就是十二处 简单的说 就是五蕴 那么和和的说 跟生命三四流转 和和的说 就是十二缘起 其实是这样 眼出阴眼身受 苦乐 不苦不乐 亦如实之 而鼻舌身意 亦父如实 笔如实之 如实见你 现在讲 你有没有如实之 如实见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你是如实之 还是如实不之 还是不如实之 就是如其事实 他的事实是什么 事实就是法的共相 法的共相 法的共相是什么 无常相 无我相 极尽相 涅槃极尽相 这个是法的共相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法信 法处 法界 甚至讲法位 那么基本上 这个是法的实相 所以如实见其真相 如实见你 那你有没有如实见 从哪里看得出来 以眼生怨 若舍眼是 眼出因眼生受 若苦若若 不苦不乐 比亦生怨 那么这里是讲 所谓的怨 离欲灭尽 怨是什么 怨就是 怨不是怨物 不是 怨 怨是怨离 怨离是站在 不染足的情况下 那我们说 阿安经里面 主要讲两种 一种叫做未患离 一种叫做 怨 离欲 灭尽 那讲多的就是 苦极灭到怨患离 那简单讲就是怨患离 它其实就是一种 修道的赤定 或是讲怨 那其实 往生净土 其实是善较欢变 也是这样讲 叫怨离缩婆 心求极乐 那怨离 其实就是 不染着世间的无欲 它通常 我们看阿安经里面 通常是这样的 那么 有哪里知道你如实知 你有没有真的看无产无我 从哪里看 从你有没有染着 就是 我们讲 贪爱 这个其实 这个 因为这个 你染着在五欲境界上了 这个 它底下就是 所以它后面 你不染着 你不染着 你能离欲 不染着 而能离欲 离欲当然就是离欲贪 离五欲 那么 基本上 那么 欲贪灭尽了 欲贪没有了 那么 涉贪如涉贪 它自己就是贪爱 那么贪爱的层次 我们说阿安经 阿安经常说的就是 欢喜赞叹 懒着坚注 这是他常用的 这个是 懒着不舍 取 通欢喜 那么 就是你不会欢喜 在这个五欲上 那么 它基本上就是一种 厌的这种 这一种形容 就是你 你不会染着 最初的染着 你都不会 那么 这个就看出 看出 你有没有如实观 无常 假设 假设有一个人 那么对一颗 一颗 露珠的消失 因为露珠在阳光下 是很漂亮的 但是 太阳晒一下 它就不见了 假设有人 对一颗露珠的消失 感到痛苦 那么就表示 他不知道露珠 其实是无常的 其实是这样 那么假设 有人想要把露珠 串起来 串成一串 珍珠来挂 那也表示 他不知道 这是无常的 他对于露珠 早上的露珠 那么漂亮 那么太阳一出来 没多久 它就消失了 它感到悲伤 那么表示 它没有露十之无常 露珠本来就无常了 大人会跟他讲 大人会跟小孩讲 哎呀 那个太阳下来就没有了 你不要守在那里 那个没有用 你也不要试着 要去把它采集起来 那个一下子就分散了 那个是 那个是早上的露水 结成珠的 那太阳一晒 它就没有了 那个无常是很快的 但是如果是一颗珍珠的话 无常没那么快 但是从佛的角度看 从佛的角度看 珍珠跟露珠 都是什么 无常的 而且都很快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 露珠是无常的 可是珍珠是什么 是长的 那么露珠是 你有意义的 就是它一下就散了 可是珍珠即使 在我死了 它都可能还有 还存在 所以它那个执着感 就会比较重 那如果你能够看待 看待一切法的存在 就好像我们在看待 露珠的存在一样 那个你就是如实之 那当然这不容易 当然就是要 你要每次训练 你要每次训练 但是你说 你说珍珠的无常 跟露珠的无常 不一样吗 根本一样 但是无常的时间 当然不一样 它其实是 无常不是说 从有到无是无常 在有的当下 它也是念念无常的 只是你没有观察到而已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 对一般人来说 当然同样是无常 但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从佛法来讲 从根本来讲 它基本上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当你如实之的时候 为什么 它说 有没有如实之 你看它这里讲 太快了 你看它说 如实之 如实见 与眼神焉 你看 若色 你如果 为什么它说 你如实之 如实之 如实见 你就与眼 色 眼色 眼所对的色 然后眼是 所产生的 所产生的 不管是苦乐 不苦不乐 不管是苦乐 不苦不乐 你都什么 你都不会 懒着 焉 然后 因为焉 你要先 你要先不欢喜 你赞叹 懒着 你欢喜的 你就不会理 你哪里会自己 离欢喜 对你来讲 它是这样 如实之 它就是这样 是彩虹 漂亮是漂亮 但是它就是 无常而 缘起合合的 从来没有人 想会到彩虹上 去走一走 没有 因为它知道 那个是幻象 所以当你观察 一切有为法 如梦 幻 泡 眼 路 有没有 路 这个时候 你对一切法 其实是不执着的 你对一切法 不执着 那么这个就是 如实之 但这个是要 时常观的 时常观的 我们先下课